12月13日,香港海关表示,日前破获了近十年来香港最大宗冒牌药品案,总值约1380万港元,其中包括仿冒北京同仁堂安宫牛环丸和法国双飞人药水的冒牌药,海关拘捕7人,年龄介乎26岁至56岁,包括一名集团首脑,5名药店负责人,一名药店售货员,所有被捕者或保释厚查。 案件仍在调查中,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,相信已瓦解一个运作约三个月的冒牌药集团。 香港海关两个月前发现冒牌药集团,展开追查,12月10日展开代号狙击手的行动,搜查上水、圆朗、左墩的四间药店及柴湾某大厦内的房间,成功破获集团储存仓库、包装工厂,查获约240万例怀疑冒牌药,大约470公升液体药剂制品。 当中包括风湿药、降血压药、心脏病药物,也有营养补充品。 在柴湾方面,我们破获了三个单位,当中有两个是用作一个储存中心,另外一个是用作储存和包装中心。 我们在储存和包装中心的现场,我们发现了大量一些空的纸盒,有一些空的药瓶,有个压印机,就是压一些药物的批识,一些字, 在外包装中,还有一些未符合任何标识的一些尊庄药原,涉及有十几个品牌,药物的种类也都有二十几种。 海关解释,冒牌药比正品售价便宜四至八成,很多冒牌药名称跟正品相近,如将正品风痛铃,改成冒牌的痛风铃。 有些冒牌药甚至印上正品的名称,很多冒牌药内药丸例数和正品有分别。 正品印有香港制造,而冒牌药则印上外销品。 香港海关通过暗地查访得知,冒牌药大部分是销售给老人或内地水货客,如果遇到精明的客人,犯罪分子则会拿出正品出售。 我们估计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水货客,店员会先打量那个客人,看看是否一些精明的客人,又或者是否本地人。 遇到他们认为可以落手的客人,比如一些年纪大一些,或者他们认为是内地水货客的客人的时候, 他们就会推荐一些无牌货,就说这些无牌货,就是外销到一些生活水准比较低的地方,所以价钱较为便宜。 但是其实跟正品货是一样的,遇到较证明的顾客的时候,他们就会供应正货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